以后一包香烟恐怕要比一个素食套餐还要贵了 卫生署盐你要再涨烟品健康福利捐 从现在的每包20元要涨一倍变成40块钱 等于以后买一包香烟药价将破百元 国舰局也考虑将冤捐的补助给不孕夫妻来做治疗 目前台湾的烟价比泰国马来西亚跟中国还要低 为了降低国内的吸烟率 采取的是以价值量的方式 预计国内430万的吸烟族会因此受到影响 但最后这个健康军到底会不会调涨呢 也将送给行政院评估再送立法院审议 预计10月就会上楼